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震撼,人民日报对500的演唱会的这番操作,这回怎能够让其他歌手安静呢? 近日,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500在一场盛大的演唱会上,再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音乐魅力和舞台表演实力。 然而,这场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一次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 人民日报对500的演唱会进行了全程报道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首先,人民日报对500的演唱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从演唱会的筹备到舞台布置,从500的精彩演唱到观众的热情反应。 人民日报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将整个演唱会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这种全面的报道方式不仅让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演唱会的氛围,也让他们对500的音乐才华和舞台魅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其次,人民日报对500的演唱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论,通过对500的音乐风格、歌词内容以及舞台表演等方面的剖析,人民日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欣赏这一场演唱会。 他们指出了500在音乐创作上的创新和突破,以及他对音乐事业的执着和热爱。 这种深入的分析和评论,不仅让观众对500的音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激发了他们对音乐的思考和探索。 此外,人民日报还对500的演唱会进行了社会意义的探讨。 他们认为500作为一位具有影响力的音乐人,通过他的音乐和舞台表演, 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精神力量。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这种社会意义的探讨也让观众对500的音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也让他们对社会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对500的演唱会进行了全方位深入的报道和分析,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次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一次令人震撼的世界盛宴。 人民日报的报道方式和观点,让观众和500的音乐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也激发了他们对音乐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这次演唱会的成功,无疑给其他歌手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他们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和创新,才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音乐舞台上脱颖而出。 500的评论区粉丝们的热情源源不断地涌出, 即便500已经离场,他们还在继续唱歌,因为爱意不会散场。 他们从容的唱歌的场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评论区的发言也一个比一个精彩。 因为现场的感染力太强,许多粉丝调侃, 500的演唱会上根本就不会出现假唱,因为他是真的不唱。 甚至还有,以后简历上可以加上曾经担任500演唱会的主唱, 500为我伴奏等等的评论。 面对调侃,500巡演广州的演唱会还没开始, 粉丝们就开始练歌,为啥? 因为他们怕现场发挥不好。 甚至得出的最新结论是终于有了比增益增监更容易的歌手。 不得不说,500歌迷们的热情真的很高, 他们不只是来听500唱歌的, 他们也释放了自己的情感。 在500的音乐里找到了前景的方向和答案, 在歌词中的酸甜古辣里找到了共鸣。 在音乐里感受到了力量,感受到了生活。 或许连他本人都很惊讶,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的音乐, 但无论如何,相信他都会一如既往地分享音乐世界里的生活。 现如今有太多的音乐浮予表面甚至是明星效应带来的产物, 它没有营养,没有内涵,太商业化。 500音乐里真挚的情感交流也是粉丝喜爱他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他的音乐里,真的能感受到纯粹的快乐。 陈庆在那个小小的音乐世界里, 短暂地忘记生活中的繁星是, 500的音乐不仅仅是娱乐的产物, 更表现了一种生活态度。 不受外界的束缚追求真实的自我, 500拥有能够打动人心的魅力, 而同样能够打动人心的还有凤凰传奇。 旋律与真诚和500一样, 凤凰传奇是音乐界里最独特的存在, 都2023年了凤凰传奇还是那个传奇, 只要一亮嗓,不需要打头流量自然来。 谁都没有想到多年后他们的受众群体 是一群90后和00后, 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太直接, 喜欢就会毫不掩饰地推荐, 甚至有人会说, 我从出生就开始单推凤凰传奇了。 粉丝喜欢他们的原因有二, 一是歌曲旋律,朗朗上口, 凌花歌声铿锵有力, 振奋人心, 二是卑微但不可缺少的增益。 增益看似可怜, 但两个人的组合很有趣, 比起苦难, 凤凰传奇的歌曲更加的治愈。 凌花透亮的身影就像生命力的一束光, 尤其是一首海底, 直接将凤凰传奇的受众群体打开。 这首歌的原唱一支流连, 展现出了抑郁症患者, 绝望和苦闷的内心世界, 而为歌而赞礼他们把这首歌改变得让粉丝直接泪奔, 原版很压抑, 但凌花的歌声像压抑的生活里, 终于透进了一束光。 凤凰传奇不是突然间被大众喜欢的, 而是因为他们足够真诚, 在这个流量至上的娱乐时代里始终保持真诚, 他们不宣扬痛苦, 他们感受痛苦, 尊重痛苦, 甚至愿意包容痛苦, 用温柔又坚定的生意向你伸出希望的小手。 曾经有一条形容凤凰传奇的评论, 年少成名, 众潮中隐忍, 魔力突破, 重回巅峰, 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剧本, 但是这一次他们意外地发现, 剧本主角的名字写上了凤凰传奇。 12是多少人抨击凤凰传奇的音乐里带了点土, 但强者从来不需要解释, 歌迷会告诉你最直观的答案。 林华的音语广, 歌声的传透力极强, 曾义虽然歌词不多, 但毕竟人从外号中国初代地上说唱皇帝, 他的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人家真唱比假唱还要稳, 凤凰传奇不只是用最炫民族风征服了所有人, 而是用大气的作品得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喜爱, 无论是500还是凤凰传奇, 他们对待音乐都很诚恳, 在这个快餐时代, 他们还能保持初心, 用心地做音乐真的很难得, 比起那些素食时代的偶像, 有担当的偶像更值得追捧。 前段时间, 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哭着给观众道歉, 引起了热议, 原因是他发高騷, 无法完成全场演唱会, 他承诺大家退演唱会门票, 退酒店退机票, 他包了一切只是为了不让歌迷失望和难过。 他哭是因为他觉得对不起歌迷, 对不起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恰逢, 哪里贵了是一件更显得徐之谦的诚恳与担当。 在演唱会的现场, 很多人不舍离场, 即便徐之谦无法唱歌, 歌迷们也是自发地唱起了歌, 因为徐之谦诚恳的做法, 有网友把他和吴伯联动在了一起, 创造了两个人的对话梗。 看着这样的评论, 让网友们想到的境界这个词语, 一个是因为境界所以不用唱就能得到大家的喜爱, 另一个也是因为境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自己不能唱, 我们就来帮你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